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子学堂全球投资报 我们在这个单元为各位朋友分享 全球金融市场最新最重要的财经讯息跟知识 那么在最近一直跟各位朋友提到说 全球有哪些的企业比苹果还要聪明 比苹果还要强呢 一共有50家的公司 那么陆陆续续的为各位朋友介绍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话呢 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单元了 那么这就是这50家的公司了 中间我们还跟各位朋友提过 那么还有的股票 比如说像NVIDIA之前提的 一年来涨了190个percent 这么会涨 这张表里面一定有值得大家来留意的地方 那么当然有的还没有上市 大概有一半的话呢还没有上市 有的有上市 有上市的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它的财报 跟它的股价为各位朋友来做一个分析 好在这一次的话呢 最聪明的排名第16跟第20的 中间的17 18跟19 有不好意思因为没有上市 好那么我们发现说呢 第一个是这个Toyota Toyota居然是最聪明啊 当然这是马上理工学院排的 一定有它的道理 包括像是呢 它在油电混合车上面的布局啦 跟蔚来车上面的布局 如果有去看过 这个汽车大载的朋友应该知道 那么它在股价净值比的话1.04 这算很低哦 这非常低 然后在这个本益比的部分的话呢 是8.34 那么基本上以Toyota来讲呢 它是在一个历史非常悠久 成立在1937年 是全世界销售量最大的公司 那么同时呢 也是日本最大的汽车公司 那么它旗下有很多品牌 我想这部分呢 我就不在了跟各位朋友来做重复了 那我们下来呢 下一档就是腾讯 腾讯的话呢 也可以看一下腾讯的本益比比较高耶 46.59 但是它毛利跟它的营业利率也非常的高哦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两家公司的最近股价的一个变化走势 Toyota的话呢 最近倒是表现得比较弱一点 从今年的年初 那么一路的到目前为止的话 才刚刚落底下跌 几个重要的原因 包括像是雄本大地震的时候呢 它的产能有受到影响 另外在今年的话 像日币的升值 也让这个丰田车系 那么他们在销售的话 竞争力比较没有这么强了 毕竟啊 虽然同样是这个汽车 那么但是呢 汇率的话还会影响到它的报价 同时还包括它旗下的 这个废钢厂 那么旗下的特殊钢厂的话呢 也出现一个报价的问题 那么这些呢 也让Toyota出现了 重复性的下跌 在最近开始出现落地反弹的迹象了 我想呢 长期来讲 如果说Toyota它的竞争力还是在 那股价在修正了之后呢 到底值得各位投资朋友来当作参考 好我们再看下一档的话 是腾讯控股 哇它这个股价就完全跟Toyota是反过来的 一路的上涨 并且在最近还创下新高 那腾讯这家公司呢 是在香港上市 它是中国大陆的企业 可能各位朋友对这家公司并没有那么熟 但是呢 你对于 那么它旗下的像微信啦 这个就很熟啦 那中国大陆很多朋友呢 都是用这个QQ 那么这家公司呢 它的创办人马化腾 然后跟阿里巴巴的创办人马云 号称的话呢 叫做双马 它在1998年的时候成立的 目前是中国大陆市值最大的 网际网路的公司 那么旗下 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平台之外呢 那么另外 还有包括像是游戏 跟一些空间 那么但是大家都会想说 如果要买网路股 那我也可能 我可以去买Google啦 那我也可以买亚马逊啦 我们以前也提过 那腾讯跟他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各位报告 腾讯最近股价上面呢 之所以在后面出现这样子的创新高 因为它公布第二季的获利的话呢 是出乎市场上面意料的好 然后它的营运模式跟别人是不一样 像Google是靠广告 Facebook的话靠广告 Instagram的话呢 是靠广告 那么但是呢 腾讯 它当然有广告收益 但是中间能够让它获利 比别人还要突出的是 它旗下的这个游戏啊 各种不同的游戏 甚至于在最近的话呢 还次巨资 去诟病掉 那么一家的这个 芬兰的游戏公司 这芬兰游戏公司的话 它出品了 一个很有名的游戏 叫做部落冲突 很多朋友可能在电视上面 看过它的广告 所以腾讯在电玩游戏上面的话 可以说是霸主 亚洲地区的霸主 能不能够成为全世界的霸主呢 这也牵涉到它未来长线上面的获利 目前来讲 因为它本益比的话呢 达到46到47倍 显见投资人对它的成长性的话 还是抱持着肯定 并且我们也发现说呢 因为它的全职够大的关系 所以它也是很多ETF 在亚洲地区或新市场里面 前几名的要角 几乎跟台积电的话呢 是类似的 因此在投资上面的话 我们发现说 同样的最聪明的公司 有的往下走 有的往上走 各有各的立即存在 那么这些讯息都提供给您作为参考 那么希望您能够投资顺利 祝您投资顺利 谢谢